这万事暗物,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,或称为上帝,或称为造化,或称为天主。 我们称其为道破无声老,君是一名而同意。 我们对道有了七层认识和体制之后,会人解。 恩帝恩十,无疑物不是造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。 因此,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, 为天门外教的总源头,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。 而上帝老,不只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,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, 其宇宙永恒不必的真正之道。 以我们的今天有机会,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。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,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最高。 在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,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 道之真意,在先天之天不为,在后天之后为。 即大上有可量,即为上有可指。 为道即大不可量,即为不可指。 所以,大不包,唯,不入,无所,万物,我不,无所,不测。 万测了天地人,万物万类。 万测了三十三天万,万测了天经万典,万测了天法万法,万测了天教万教,万测了天佛万祖,万测了我之一生。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,人必须知真觉,意机实。 是人,人与我,我与人,良心之行也。 此乃万众一心,万伯一家世界大同,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。 二,道与我,有蛇们关系,道的宝贵,此与他,那儿,所,包信,他所不入。 天地生成之后,道,万川于天地万物万类,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。 各有其时,四时贸贵,五时贸贵,各有其时贸贵。 而最宝贵的是,恩义,万物的主宰。 同时也是,我本人一生之主在,约信底,使得我们,不学而能看,能听,能吃,能动。 因此,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。 更要,回头是身上,不有真理。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底真传。 道的宝贵,并不在于,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,而是在于他平时。 但我们,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。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,会发觉,我身上的酒,是不常,精密和奥妙的。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,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去反映,神器的资料讯息之传输,及脑部息。 判断和命令之下达,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,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。 但是,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,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这叉。 有任想,无论是血多的血,或是木不是兵贩夫走足,不论是成人,或是刚出生不久。